电梯叫向的地板突然裂开 人们猝不及防掉了下去 只有几个人死死抓住了扶手 但也难逃一死 电梯直接冲破楼顶 里面的人全部死亡 受大厦主管请在电梯公司的人检查 可检查的一下午都没发现任何异常 但很快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却在纽约著名的地标建筑迁徙大厦 作为一座地标性建筑 每天都有无数游客 前往86层的观光平台游玩 这天晚上电扇雷鸣下起了大雨 一个炸雷鼓后 监控室的屏幕出现闪动 好在马上恢复了正常 隔天一帮孕妇烧完客之后 有数有效地进入了特快电梯 其中一名孕妇发现电梯下降的速度有些过快 花音未落 电梯一个集体 孕妇们都摔倒在地 接着监控室的指示灯亮起 安保立刻打电话给后勤部 两个小哥接到通知去22层营救 可插张钥匙似乎都打不开电梯门 电梯的排气也出现问题 阳气越来越少 高温下两个孕妇又即将临盘 安保急得又用斧子劈盖电梯 因为他妻子就在里面 接着电梯又恢复了正常 开始下降 可监控室明明已经断了电源 安保乘坐另一部电梯来到一楼等待 等电梯门打开 看到那两名孕妇已经升了 电梯公司派了麦克和搭档杰夫来到迁徙大厦 可两人检查了一下午都没发现任何异常 特快电梯很快再次运行 但很快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个盲人大叔按下一楼电梯 可当电梯运行后 盲人大叔感觉电梯在往上升 最终电梯把他带到了正在装修的91层 他在呼叫没人后 按电梯关门 可电梯却没有任何反应 盲人大叔准备换个电梯 他刚走出来 电梯门就关上下去了 他招安斗了中间的特快电梯 等电梯门打开 里面却没有电梯叫香 导盲犬察觉到了危险 狂吠提醒主人 大叔让导盲犬别淘气 一脚踏入虚空 和导盲犬一起追紧而往 到了晚上 监控室的安保 发现特快电梯在快速上升 怀疑是小偷进了大厦 让巡逻的安保去看看 连个安保来到四个四层 发现电梯叫香不见了 安保太能查看 看见了那只导盲犬 突然电梯门关闭 把安保的头死死夹住 另一个安保上天帮忙 在那上面的叫香开始下降 安保直接被电梯斩首 电梯事故导致两人惨死 大厦照相把三部特快电梯停运 麦克和杰夫再次派来检查 而女记者为了搞露 大厦和安保死亡的第一手资料 她潜入大厦 试图从麦克身上下手 麦克随便敷衍了几句 电梯和杰夫去楼顶检查 可依然没发现任何问题 两人建议电梯暂停一周 全面检查一遍 可高层并不同意 每天有一万多人使用电梯 这其中还不包括旅客 他们可损失不起 于是电梯又继续运行 但两人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这天两个玩轮滑的年轻人 在街道上比赛狂飙 所有两人又溜进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在一个转弯处 黑小伙为了躲避汽车 摔到了电梯前 接着就被电梯吸了进去 电梯一路升到了86层 黑小伙直接被弹出窗外 从86层坠下 警长面对记者的提问 表着他们也在研究 事外者是如何冲破12毫米的钢化玻璃的 大厦有一家幼儿园 一个小女孩独自跑到电梯前玩 接着电梯突然打开 似乎在野养女孩上前 等老师找来 只听见一声尖叫 女孩手里的娃娃被夹碎 大厦主管看到这一幕 也不敢乘坐电梯了 这本记者搞来的大厦车库的监控录像 他的迈克看录像的时间轴 黑衣小伙3.6秒进了电梯 到了86层 仅用了1.8秒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迈克找到杰夫 让他也看看这个录像 可杰夫就不想趟这个浑水 迈克无奈 只能和记者返回 突然记者猜测 拿电梯闹鬼 因为在17世纪 大厦的位置是印第安人的目的 迈克就不信这个鞋 迈克又把目光 集中在了设计电梯的博士身上 他们查到 博士从哈佛中途退学 创办了一家军工厂 但这家本应前途光明的工厂 却以某些意外巡谱破产 接着记者的同时走过来 在他的一番解释后 迈克这才得知 军工厂破产的原因 就能引起设计出了一种 所谓的生物芯片 此项目也得军方投资 但谁也没想到 芯片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使得进化成了一种 似乎拥有作为意识的活体 公司破产后 这种芯片也就消失了 记者猜测 不是不想自己的研究复制东领 为了将自己的成果 与电梯的中控台进行了结合 却以为电梯有了意识 开始报复人类 可迈克就不信这些鬼话 第二天 杰夫的尸体 从电梯井掉了下来 其方直接把这几起 电梯事故的责任 推到了死去的杰夫身上 认为杰夫是一个 利用电梯杀人的变态 可迈克却认为 杰夫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才被杀人灭口的 所有麦克和记者 来到杰夫家调查 杰夫的妻子说 自动杰夫的前大当死后 他就变了一个人 但令妻子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死法 居然也都一样 麦克断定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才将知道真相的两人干掉 隔天特有块电梯照常运行 一群人几近电梯里 隔天梯到了直定楼层 却没有停下 反而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 轻恐的人们大声呼叫 有的吓得直定掉了裤子 这群人马上就要死了 下一秒 电梯叫向的地板突然裂开 人们猝不及防 纷纷掉了下去 只有几个幸存者抓住了扶手 但也难逃一死 电梯直接冲破楼顶 里面的人全部死亡 却在车里引起了白宫的关注 白宫认为 正在一起恐怖袭击 在被抓到凶手之前 大厦将暂停营业 另一边 博士和电梯公司的老板秘密会谈 原来正是博士和电梯公司的合作 将生物芯片装进了电梯里 被想试验成功能分一杯羹 但没想到芯片有了意识 开始大开杀戒 而博士还在死将 他可以控制那个怪物 但需要一点时间 人类前期的每一步都会有牺牲 只要成功 他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 老板再也不想听他忽悠了 然而赶紧把芯片解决 不然他就解决博士 航怪军警联合进入大厦 搜索恐怖分子 麦克昨天车底也溜进了大厦 接着没溜进去 被关进了小黑屋 麦克打开电源 跳进了电梯井 他开了一层一层的排查 他看到电梯架旁边 有一堆黏糊糊的液体 他顺着掉落的方向 在一个铁箱里 终于发现了澄清的芯片 麦克一刀一刀地捅下去 芯片为了阻止他 控制电梯向他袭来 麦克一个躲闪钻了出去 从他偷了一个火箭筒 在他准备瞄准芯片发射时 一把枪迭在他的头上 是博士 他却不准寻任何人 毁掉他的心血 麦克趁机打掉他的枪 博士苦苦哀求 只能警方赶到 夺得趁机挟持的记者 就在了关键时刻 电梯井里钻入几根绳子 缠住了博士 拖进了电梯井里 麦克也被缠住了脚踝 危机关头 接着把火箭筒 踢到了麦克身前 麦克一碰 出击解决了芯片 而博士也没了呼吸